诗人梅塔斯塔奇奥曾说 在黑暗中即使是一线微光 也常常能使舵手找到北极星 而修正它的航向 那么一个身处于灰暗时刻中的普通人 真的会等来那束照亮人生的微光吗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美国作家安东尼多尔的小说 所有我们看不见的光 故事讲述了二战期间 法国少女玛丽诺尔和德国少年维尔纳 以稚嫩的身躯一次次冲破黑暗的动人故事 玛丽诺尔双目失明 在父亲的训练下 重新拥有了热爱生活的能力 二战爆发 他被迫与父亲骨肉分离 孤身一人 却爆发出了惊人的坚韧与勇气 而孤尔维尔纳 一心想摆脱成为一名煤矿工人的命运 凭借无限电天赋 他成功躋身精英学校 却被迫卷入了那场残酷的侵略战争 世事动荡碾碎了少年的梦 冥冥中两人注定有一场不凡的相遇 足以点亮彼此的人生 但世上永远没有等来的幸运 照亮他人之前 你需要照亮自己 玛丽洛尔住在巴黎 父亲是博物馆的钥匙主管 六岁这一年 因为先天性白内障 他彻底失明了 他惶恐 沮丧 畏惧 幸运的是 他拥有专属的手杖和眼睛 爸爸 爸爸按照比例 用木质模型重建了整个街区 房子 排水沟 洗衣店 面包房 乃至小广场里的长凳和大树 无一不细 一开始 这个费尽心思制成的模型 在玛丽洛尔看来 不过是个真实世界的复制品 他难以代替 自己见过的那些风景 可爸爸近乎严厉地命令他 将每栋房子的位置 和街道的坡度 全部记在心里 两年后 在八岁那年的冬天 玛丽洛尔惊喜地发现 自己开始认路了 父亲 就是照亮 玛丽洛尔世界的那一束光 而对于维尔纳来说 他只有依靠自己 逆天改命 维尔纳住在德国 一个煤矿工业区 这里到处是钢城 煤香 他的矿工父亲 就是死在了坍塌的矿井下 此后 他和妹妹尤塔 只能在孤儿院里生活 原本 他会和孤儿院里的 每个男孩一样 别无选择地 成为一名煤矿工人 直到在八岁这一年 他第一次接触到了 矿区以外的世界 那天下午 维尔纳意外捡到了一台 破损的收音机 他用了三周时间修好了它 他第一次听到了 肖邦的钢琴曲和童话故事 那是一个前所未闻 一彩缤纷的世界 不到一周 维尔纳就可以闭眼拆装 这台机器了 更幸运的是 他还偶然得到了一本 《力学原理》 着了迷一般的 钻研其中的数学难题 相较于解题 维尔纳更喜欢亲自实践 他不仅修好了邻居的缝纫机 孤儿院的老爷中 还在后院的洗衣房 安装了一组滑轮 晾晒衣服 当帮助一位长官 修好了一台精密的唱片机时 维尔纳命运的转折点 也随之到来 他被推荐给柏林的 一所顶级学校 在那里会教授最先进的技术 而且不用交学费 他终于可以不用像父亲一样 整日挖矿 可以实现自己心中的理想 成为一名科学家 马云曾说 大部分人因为看见而相信 只有少数人因为相信而看见 玛丽诺尔相信自己 可以凭记忆走完整个街区 维尔纳相信自己 可以避免重复平庸的命运 他们都做到了 因为相信所以坚持 只要信念坚定 心就不会忙 不会畏惧 茫然 惶惶不安 维尔纳最喜欢的收音机节目 是一位法国的老绅士的播报 他常说 睁开你的双眼 在他们永远闭上之前 尽可能地去看 这句话一直刻在维尔纳的脑海里 时时激励着他 投入百分百的热情和努力 去生存 这位老绅士正是玛丽诺尔的祖父 不过他在一战中已经牺牲了 发射这些信号和录音的 其实是他的弟弟 艾迪安 1940年二战爆发 爸爸带着玛丽诺尔一路逃亡 来到了边海小镇 圣马洛 投靠书祖父 艾迪安 艾迪安是一个古怪的老头 一战结束后 他一直把自己锁在房间里 每晚他都会用阁楼那台发射器 向全世界发送哥哥的录音 他要像从小被哥哥保护那样 也守护着哥哥 渴望成为一名播音员的梦 出人意料的是 老人十分喜欢玛丽诺尔 他温柔地为他读书 看上去十分慈爱 可在这座陌生的小镇 待得越久 玛丽诺尔越是不安 他感觉自己的生活 被拦腰结成了两半 更令他无法接受的是 爸爸在做好圣马洛的小镇模型后 就要赶回巴黎一趟 妇女俩天真的以为 一周之内就可以重聚了 殊不知 这一别就是永别 爸爸在火车上被逮捕 随后被押解到德国 生死未知 玛丽诺尔的世界彻底黑了 他把自己幽闭起来 不洗澡 不说话 也不再渴望外出 他只想回到巴黎的家里 听窗前栗子树 唏唏唏唏 听街上奶酪小贩 撑起遮阳棚 伸手就能握到父亲 温暖的粗大手掌 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不安 而维尔纳被迫成为了一名纳粹士兵 在残酷的战场上 他一次次质疑着人性和自我 在柏林学习时 维尔纳意识到每个男孩都是一堆土 而那位油光满面的校长 就是陶艺师 他要塑造四百个一模一样的陶罐 失去个人意志 只知道自我牺牲的陶罐 他曾亲眼目睹最好的朋友 因为反抗教官被暴打至脑损伤 却站在一旁不敢出声 愧疚恐惧始终裹挟着维尔纳 他觉得所有男孩都得了魔症 维尔纳想逃 可就在这时 他被任命为国防军的特种技师 登上了发往苏联的火车 在前线 维尔纳成功地找到了 许多敌方的无线电发射点 但他感觉不到一丝快乐 因为随之到来的 是一场又一场的屠路 当他看到 那个和妹妹一样可爱的女孩 下午还在公园 开心地挡着鞦韆 晚上就被残忍地枪杀在衣柜里时 维尔纳宁愿自己从未离开那片矿区 从苏联到法国 随着军队不断迁移 维尔纳就像一直生活在 密不透风的水底 喘不过气 直到 玛丽诺尔 拉他上岸 1944年 圣玛洛几乎被战火移为平地 双目失明的玛丽诺尔 独自一人 躲在阁楼上 前几天 叔祖父出门后 就再也没有回来 而此刻 楼下正睡着一名纳粹军官 他还没有发现 阁楼上的女孩 对峙到第五天 玛丽诺尔 已经两天没有进食了 阁楼里充斥着 热气和尿液 发酵的味道 他不想再忍受下去了 决定 孤注一掷 午夜过后 玛丽诺尔 将收音机打开 开始朗读他最爱的科幻小说 或许 有人会听见 他朗读声中的求救信号 又或许 那位德国人 会听到动静 冲上阁楼 即便如此 玛丽诺尔也不怕 那时 他会紧紧地 握着全力的匕首 毫无惧色地说 来吧 来抓我吧 然后用力地 刺向对方 他知道 是时候独自与这个世界 抗争了 出人意料的是 玛丽诺尔的求救信号 被维尔纳接收到了 原来 几个月前 维尔纳随部队 来到了圣马洛 在信号摸查中 他就辨认出 这栋楼里的声音 正是那位法国老绅士 维尔纳 没有将这个秘密 告诉任何人 在一个清晨 他亲眼看见 玛丽诺尔 从那栋楼走出 他熟练地走下台阶 灵活地绕开障碍物 她是谁 那个法国播音员的女儿 还是孙女 这个女孩脚步中 所透露出的那份 无畏与坚定 正是被战争摧残到 几乎麻木的维尔纳 所梦寐以求的气息 当玛丽诺尔 午夜的求救信号传来时 维尔纳被困在 倒塌的建筑物下 已经四天了 玛丽诺尔的声音 穿过重重黑暗 重新激发了 他生的热情 他决定拼死一搏 将仅有的一颗手榴弹 扔向楼梯的位置 突然 维尔纳看见了 一束紫光 那是天空 夜晚的天空 扒开石块 他一路冲向了那栋楼 击毙了那名德国士兵 救下了玛丽诺尔 两个十六岁的孩子 拯救了彼此 玛丽诺尔兴奋地向维尔纳 分享自己的书 唱片和那台收音机 还有最后一个桃子罐头 新鲜 芬芳 如果没有这场战争 他们的青春 就该散发着 这样的甜蜜与香气 他们或许会从这里走出去 一起走进一家餐厅 点一份简单的食物 安安静静地享受情侣 或挚友间温馨的默契 和平年代中 我们或许难以体会到 硝烟中个体的那份挣扎 与绝望 但平静如水的日子里 实际上也暗藏着波涛 我们也会面临许多黑暗时刻 也会无措 恐惧 和不安 有人幸运地 遇见了生命中的另一束光 在最绝望的深渊 它拉着你的手 带你步入了 阳光照射的地方 但更多时候 我们要学着成为 照亮自己的那束光 咬紧牙关 与命运 较着狠劲 不服 不认命 微光一展 看似脆弱 实则最难熄灭 因为那是每个人 灵魂深处所闪耀的信念 与执着 愿你我 几经淬炼 终有勇气 去照亮人生中的 至暗时刻 即使滑着断桨 依旧 逆流而上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